妹妹最嚴重 在上海跟我講說買房子 他就騙我 他跟我講說買房子我很高興啊 我就再匯一百萬給他 不到兩個月一百萬都一直領領領 領到最後剩下一萬多塊 強爸控強妹中國買房 騙走百萬海猶豫加重 當你猶豫的時候 你自己不感覺猶豫症 你坐也不輸 站也不輸 吃東西也不輸 沒有味道 那種猶豫症真的很可怕 強爸生前因為壓力過大 你還猶豫症 如今冰框好轉 和女兒牆牆一起開直播 透露自己的壓力來源 我們社群的漏洞生新建時間不同 那以後都有來當主任委員 沒有人要當嗎 就是你當了二十幾 二十幾年的主任委員 然後現在等於說沒有人要幫你借 沒有要借 他就覺得壓力很大 還有員工走私 人家二人賣車 他講好的價格 叫他牽到別地方去 別家車行去 他就走私 這個不是一個兩個的原因 好幾個因為 這個都被你抓到 妹妹最嚴重 在上海跟我講說買房子 他結果騙我 他一個女生 整天聽說 說跑酒店 之前在過年前 他跟我講說買房子 我很高興啊 我就再匯一百萬給他 不到兩個位 一百萬都一直領 領到最後剩下一萬多塊 要打電話給他 隨時要聯絡都因為說 他聯絡不到 他幾乎都跟酒店的那個什麼 那些酒店的小結在一起 他一直騙 把那個小結啦 在酒店的要 把他搬過來 怎麼可能把他搬過來呢 整個人要搬過來台灣 不是搬過來他又要買貨 也不是賣貨 我這邊又不是開XXX 也不是在那個 我也不是在開酒店的 還跟我講說他的 他的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護照 護照 又搞丟啦 跟我講說6月30號要回來台灣 要搬 一片 通通一直騙 那我很難過 我自己接著把女兒交到這樣子 什麼都把他交得很好 我自己怪自己 說我沒有把女兒交好 為什麼會這樣 我一天晚上4點 我差一點想 想很想不開想要跳XXX 怎麼手那麼麻 那什麼事情這麼多 我就很煩 爸爸那現在要好很多對不對 完全好的好很多 我建議這些網友 不管是說你壓力大的時候 沒關係 你去看神情科醫師 去跟他講一下 那你吃吃藥看看 真的 你會比較輕鬆